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这些生铅农产品怎么才能够安全保质保量的送到消费者的手里 这不仅仅是农民 经销商和消费者关心的问题 也是两会上的一个热点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和农产品的电子商务有关 我们请到的祝孟嘉宾是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电子学会秘书长徐晓岚 还有相声演员英宁 来 欢迎两位 欢迎徐晓岚 欢迎您 请坐 欢迎徐晓岚老师 您好 确实现在买东西越来越方便了 在网上不光能买服装鞋帽 能买电子产品 今天一下单 明天可能一盒活蹦乱跳大虾就能送到家里了 但是很多人都有疑虑 因为这个食品跟其他的东西它不一样 所以我们先做一个调查 来 请看大屏幕 现在这儿呢 我们列出来了几样 这是生菜 香蕉 樱桃 荔枝 鸡蛋 活鱼 海胆 想问问现场的各位 这些农产品哪些会选择在网上购买 哪些不会 为什么 先问问英宁老师 有没有你愿意选择在网上购买的 这些里边有两样我确实从网上买过 一个是樱桃 一个是香蕉 其他的不敢从网上买 我怕定的时候是鲜鸡蛋 到家的时候是臭鸡蛋 定的时候是海胆 回来的时候连海参都不是 比海参还软 我们来问问现场的观众 谁来回答一下 来 然后我不会买活鱼 因为我觉得它到这儿就是死鱼了 鸡蛋也不会买 我怕就是买的时候是整鸡蛋 到这儿就成煎鸡蛋了 煎鸡蛋还好呢 万一要打个香蕉小鸡怎么办 徐委员 今年两会上 这个电子商务 有没有什么新的政策上的方向和指示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2014年的重点工作中 特别提出了两句话 这两句话我认为 对农产品的电子商务的发展 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两句话呢 一个是推进宽带乡村工程 第二句话呢 是鼓励电子商务创新发展 这说明国家是很扶持这个东西 好 那今天呢 我们要请上的这个梦想家庭 它就是一个自己在家经营生片产品的 我们先来了解它一下 来请看 下单装货打包 作为刚刚在阿里巴巴开店一年的网店店主卢文敏来说 这些城市他早已得心应手 我们会根据买家的不同需求 给买家提供不同的偶 买家如果需要做菜清炒的 我们就会给买家提供这种短的嫩头制偶 如果说买家需要烤汤的 我们就会给买家提供中间的这种长一点重一点的老偶 卢文敏的老家在湖北省洪湖市 这里盛产野生莲藕 他发现家乡不值钱的野生莲藕 在大城市却根本买不到 发现商机的卢文敏 去年底回家乡开了一个网店 主要卖家乡的野生莲藕 一份藕五金起卖 上线第一个月就卖出去几百份 最多的时候一个月卖出三千多份 除去挖藕的人工成本 每斤莲藕纯利润一半以上 家人也从当初极力反对 到欣然接受 现在反而成了卢文敏网店的员工 因为我封策完成之后 就要进入抽真空这个环境 抽真空这边是我地理家后面 抽完真空之后 这个连我的保健时间更加持久 天太好吃了 从小到大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藕 粉粉的藕 得有一股天然的味道 以前吃的藕 别叫藕啊 叫棒吹啊 这个熟悉的味道 让我想起了在湖北上大学的日子 好怀念呀 在我们东北这咖子能买到这么面的藕 真是不可思议 这粉豆藕啊 真不是传奇 刚好跟你说了 我都恐坏了 是这样子的 实际上不好意思 先给您道个歉 因为我们这个莲藕 在运输过程中 可能会有断了情况 尽管卢文敏的莲藕 销量不错 但它还是有不小的骨脑 他发现 莲藕寄出后 经常有买家反应 收到变质 或者已经断裂的莲藕 对此 卢文敏承诺 一旦收到断裂 或者不新鲜的莲藕 就给买家赔偿 但是 每个月近10%的赔货率 还是让他吃不消 你看这就是最近的 我们的补发记录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快递 盈物或者快递 迫使件 近期平均每天都有三十几 这几天已经有二十几单了 卢文敏希望有朝一日 物流的改进 和相关标准的制定 能够早日实现自己的梦想 作为一个农产品电商 如果我就要有一个完善的物流体系 能够将我们的产品 更快地送到消费者手中 我期望能够让更多的人吃到我们家乡 它优质的也是棉藕 好 让我们掌声又挺今天的梦想嘉宾 棉藕网店店主卢文敏 这是带着藕汤就上来了 这个是我们家乡的棉藕 昨天我们现挖的 这是最新鲜的 今天我们从做飞机的时候带过来 给大家尝一下 好 那就给尝一下 那我们先尝尝我汤 我真的也还坐飞机呢 小卢你在开这个莲藕店之前 有没有专门去考察过物流的情况 我这初有去实际考察一下 而且实际发过快递 现在目前国内最快的快递 一份我们年偶要发 发一份年偶需要46元 因为我们年偶一份是五斤 手中加需重46元 一份好40块钱 然后快递费46块钱 那我就不如去自己家门口超市买 目前我们选择的普通快递 普通快递相对价格便宜一点 但是每个月都会有一些 因为延迟或者说是破损件 导致的损失 这样子的话 我们平均每一个月 就要多额外支出 3000多块钱的这样一个成本 你现在每个月能赚多少钱 能赚应该高峰的时候 高峰的时候有一个破损的10倍 这样子的 3万左右这样 3万左右 那3000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你赶上能接受 你是站着说话不要疼 我要是挣3万赔3千 赔3分我都心疼了 但有一个问题就是 人家拿了这个之后 会有一个不好的影响 给差评 给差分 对 会影响到其他的消费者 这个是很重要的 比损失那个钱还重要 对吗 我表弟的主要是负责 我的这个售户的工作 他对这个是有体会的 表弟也来了 我们认识一下 他就会觉得我们发的时候 就是这样 然后就我们补发之后 他有可能还是不高兴 然后也是给差评之类的吧 然后这个快递对我们的影响 还是蛮大的 那么小的家庭电商 遇到这样的问题 大的电商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困惑呢 今天呢 我们还请到了 来自阿里巴巴和京东的嘉宾 尤其我们阿里巴巴的研究院 高级专家张瑞东 还有京东的首席农业电商规划师 于盈 我们掌声有请两位上场 小卢先上次休息一下 好 欢迎两位 先问问京东有没有物流方面的 在生鲜农产品方面的问题 这个困惑我相信不只是京东 很多的电商 甚至是其实一些农产品的批发市场 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可能大家就有这样的经历 比如你到了逢年过节 电子商务 你购买的东西 它没有办法保证 在有限时间里 能够送达到你的手里 那就物流业 我们整个的发展非常滞后 无论是物流业的它的从业人员 还是物流业的企业的规模化 等等 它都是属于小规模的一种经营 所以我觉得电子商务在前 物流业在后 冷链物流业就更滞后 对 那关于我们现在物流的一些数据 还有中国和外国对比 我们从阿里巴巴拿到了一些数据 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阿里巴巴经营农产品的卖家为37.79万个 较2012年的26.06万个增幅45% 生鲜类农产品同比2012年增长了195% 这无不显示 生鲜农产品在电子商务中的巨大潜力 其中增幅最快的农产品为莲藕 其次是龙眼 橙子 里子等水果类 但是日益增长的农产品电商面对的 却是高昂的物流成本 不完善的社会化冷链 目前已知 日本有冷藏车32万台 约每400人一辆 美国有冷藏车60万台 约500人一辆 中国有冷藏车约4万台 按照美国和日本的标准 我国目前的冷藏车缺口是300万台 据统计 美国、日本及西欧国家的食品冷链运输率 达80%到90% 东欧国家约50% 而我国只有10%左右 不完善的冷链物流 使得农产品流通领域损耗严重 我国果蔬、肉类、水产品流通浮损率 分别达到30%、12%和15% 这样一组数据 作为消费者 英明老师您了解了吗 这差距在哪 我了解了吗 我糊涂了 这个太专业 就是我没太看懂 我懂的什么项链 锁链 冷链是怎么个链就叫冷链了 我都知道失链 要不您给解答一下 冷链就是从这个商品 然后发出 一直到消费者拿到 这整个过程 就包括了物流 然后仓储 然后到最后的配送 那么这整个过程 都全部要在冷藏 或者冷鲜的这样一个温度的控制下进行 这个就叫冷链 从这个农产品出厂 一直到我家里 对 中间全是冷的 就叫冷链 是 然后它会根据不同的农产品 控制不同的温度 比如有的要零下18度以下 然后有的要在零到18度 零到零下18度 有的要在4度左右 然后可能它要控制不同的温度 因此我们见的很多冷藏车 它是有各种温度的 多闹几个冷藏车 然后多盖点冷裤 多弄点司机 这不就解决这问题了 这普通的车能改成冷链车吗 这个改不了 你把空气车坐下拆了 然后装上压缩机改冷车 里边能有冷气不就行吗 没有 这个要温度控制的特别好 并且它要控制不同的温度 因为一辆车不能只运一个东西 它可能要运好几种东西 那么好几种东西要控制在不同的温度 因此这个冷藏车它就要求了相对专业 您说这辆车多少钱一辆 应该几十到上百万吧 那算了吧 这个 它不单是说这车的事 说就产地得有裤 这种冷裤冷冻冷藏的 不同标准 中间是这车的事 就您说的 不管是冰箱还是什么各种技术水平的车 然后再到消费者 那个最后一公里那块 就是配送端 那块吧 可能是不同的那种包啊 根据不同的那种冷藏包啊 或者是那个不同的 那个不同的包装 所以每一个段都有不同的技术 所以呢 就要求有大量的资金在这投入 还真不是说 哪一个企业就买几辆车 就能解决的事 并且它还要有一个整体的 全国的宏观的这样一个考虑 因为有些企业忙碌做的话 也有可能会产生浪费 因此国家需要有个政治上的 一个宏观上的一个调控 既然它因为市场不够大 它这个配送的成本比较高 它摊到每一件物品上的 消费者又接收不了 所以它是顺便的 所以换句话 能不能这样说 就是越多人选择 这个配套设施建立的就越快 对对 越多人买 它摊到每一个物品上的成本就低嘛 低的话消费者才能接受啊 比如说你买一条鱼 一下子贵了一倍 我像很多人都不会买 都不会选择这种方式 所以从今天回去 我们大家都去买 这个冷链很快就建立起来了 在这几种力量之下 我们也总结了一下 现在的几种主流的 正在发展当中的物流配送模式 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屏幕 某快递自建物流体系 预计在2014年 会在24小时内 将南方荔枝送到北京 北方羊肉送到海南 这是自建冷链物流 在今天的快速实现 菜鸟网络 目前我国大部分物流企业 都没有能力去做最后一公里的配送 菜鸟网络通过整合 全国冷链物流的多种模式 形成新型二段式配送物流模式 完成从田间地头到达最后一公里配送 某电商自建物流体系 末端配送服务站模式 尝试从田间直达餐桌的模式 将覆盖全部采购 仓储 配送 营销售后环节 这种模式迎合末端最后一公里的购物体验 您觉得这三种模式 就是哪一种您更推崇 现在用的就是第一种 就是第三方社会化物流的这样一种方式 那么它将来的话 如果它这个成长性很强很高的话 那么它也可以使用这种 像菜鸟网络的这样第四方的这样 给它提供物流的配送一个方案 像比如说它的莲藕 应该用哪一个成绩之间的物流 然后应该用哪一家的配送会更好 可能选择这种电商的自建的这种物流 然后又配送 它只需要跟电商这块沟通 然后方式也简单 用户体验也会好一点 我针对电子商务以及物流业的发展提了提案 因为在去年几个部委联合推出了叫冷链物流业的发展规划 我认为这个发展规划推出来以后 它不是贴在墙上看一看 最重要的要有一系列的具体的措施来推动它落实 所以从政府的角度来说 要把一些费和税能够降的 能够不收的要免掉来降低物流业的成本 另外把规划能够具体的落实到实处 同时要推动社会资本来参与物流业的发展 从企业的发展来说 其实这是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 那么当这个竞争形成了一定的格局的时候 一定会促进企业它来规范自己的发展 所以我觉得这个冷链的物流业的发展应该是值日可达 怎么样 刚才这个大家给你支的招 你觉得有帮助吗 我觉得很有帮助 尤其是徐委员这个提的一些意见 因为确实作为我们一个小电商 我们不可能去建更完善的物流体系 我们只能借助大的物流公司 或者说是像大的这种平台去销售我们的农产品 从地头直接面对消费者 这样子的一种模式可能会更好 好那关于物流和农产品电商问题 两会代表委员们都有什么样的观点呢 我们来看一下前方的情况 作为农业银行来说 我们高度的重视电子产品这个开发的问题 我们现在正在研究这一方面的这个意义 我们想尽快的和这个农产品电商在一起共同来开发 相互之间怎么结合 大的方向来说 政府要在鼓励这个商业的电子商务的物流 农产品的销售 政府还不仅仅是站在商贸道理商场考虑 政府要考虑的是沉山羽化 我怎么样使中国的农村富起来 因此对政府来说 所有的投入都是你所应当的 我谈谈消费者的观点吧 就拿我来说 今天录完节目 我可能家里没有肉了 我现在去超市 买那个肉都是阿姨们挑的够不够的肉的 可能那个品项长得像我一样惨 我可能就不买了 不买明天我就没有肉吃 我想到了从网络上选 所以这个需求量会越来越大 所以促进各位 把整个这个链做得更完美一点 18K的做成24K的 这样我们可能会享用美味的时候 感受到政策 科技 各方面给我们带来的幸福生活 最后这个问题问徐委员 这个我觉得其实没法回答 我们希望还有一个很长路要走 这样我换一种问法 您会不会选 在当今那个时候 我还是 会不会把生鲜农产品 从网上买到家里 我现在就有选 我选的那个鱼 就是海鱼 我就在春节期间 春节之前 就从网上购买的 好 这个回答就够了 我觉得 好 感谢几位 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我们一起聊了生鲜农产品的 电商的如何来操作 关于我们的物流的发展的很多问题 相信能够带给大家很多的启示 那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我们的 聚焦参农两会特别节目 《三农梦我的梦》 想来点更多节目内容 欢迎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视网以及央视网 还有官方的微博微信 以及移动客户端 最后呢 我们请上我们今天的梦想嘉宾 小卢 来点亮你的梦想墙 来 邀请 这个也是年龙 这个是我表弟 我的父亲 我的姐姐 在我们万欧的地方 我对未来也是很有信心 并且很期待 期待我们的物流完善 我们的生意会越来越好 谢谢 好 祝你的网店生意兴隆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